我们看这一集 这一集它说 水波草的实验 一个点波源产生水波 波长是蓝胆 然后这个聚缓射面 是等于2蓝胆 就是这个点波源聚缓射面 这是2蓝胆 这入射波与缓射波重叠 我们知道说 这个介面是自由端 假设它是没有摩擦 这是自由端 那这里既然是自由端 它的反射波相当于 有一个虚的点波源 从这里发射出来 在这里的破坏性干涉 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是 这两个点波源在这里产生干涉 好 那么他们说 那个结线总共有几条 那结线有几条 就带那个公式 带那个 n-2分之1 小于等于多少 等于的话 就是说 像这种结线 小于等于呢 lanta 或是d 那现在的话呢 d是等于多少 d的话是这种d 是两个点波源之间的距离 这是4lanta 那除以多少 除以2lanta 这等于4 等于4的话 所以什么呢 所以会有4条 没有 n小于等于多少呢 4加2分之1 所以是4.5 那4.5的话 n就是小于等于4 就是这里的最大n的话 是等于4 所以这边会有4条 那因为这里是虚的 这里没有 那这个实际上是负现 所以这边会有4条 所以总共有4条 也就是大n的话 会有4条 n可以等于1等于2等于3等于4 所以总共有4条 所以答案是4条 2 1 1 2 2 2